哈喽大家好我是子文 今天的影片比较特别 跟cover没有关系 也不是要来介绍美食的 这支影片呢是要来分享 我过去在农业新年一周的十一套穿搭 在这支影片里面呢我会分享 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些牌子 还有我近期购入的一些单品 来做出十一套不同的穿搭 年初期那天呢我穿的这个白色的Nike Lab上衣 我特别喜欢这件上衣在肩膀还有 腰部那里做了一个挖空的设计 然后白色的上衣再搭一个亮黄色的包包 这样子整体看起来呢 就会在颜色搭配上有一个重点 接下来的这一套穿搭呢 我穿的是Aries的上衣 我特别推荐他们这套上衣 因为版型的整裁非常的好 然后再加上它的布料呢 非常的舒服 而且看上去就非常有质感 这件白色的上衣上衣的图腾 就比较鲜艳 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容易新年来穿 就是要稀奇一点啊 然后配了一个这个黑色的也是联名款的包包 我接下来这套穿搭呢 想走的是比较舒仙跟稳定的路线 我外面罩的这个格子衬衫呢 是Levi's Vintage的 它上面的格子呢 是一格一格喔 像白那边那边缝上去的 第四套奥妃呢 可能是比较稍微潮流感一点的 因为我身上的这一件就是 鼎鼎大门的Supreme Box logo Hoodie 第五个奥妃我上身穿的这个Undercover的长袖衫衣 为了让整个奥妃看起来不要这么正式 我搭了一条牛仔短裤 另外一个穿搭的概念就是呢 当你上身已经是长袖的时候呢 下面就尽量搭一个短的 总之要记得呢是要上长下短 不然就是上短下长 接下来这套是运动感十足的outfit 我特别喜欢运动的时候 带一个headband 可以很干净的把所有的头发都收起来 而且headband其实戴起来是非常的造型感的 刚才那个运动风的outfit 就真的是穿去了运动 现在这一根呢就是有搭配的牛仔短裤 让它看上去呢有一点运动风的元素 但是又不会太超过 还是可以像一般出门很休闲的感觉 好啦我终于有一套比较容易的outfit 我身上这一件人生裙呢是冷妹他们家的 如果你再喜欢unico u系列的话 其实冷妹呢就是这个u系列的设计人 所以呃喜欢u系列的朋友也可以去留一下 关注一下冷妹这个牌子 我最后的三个outfit呢都是以不同的t恤为主来做出的穿搭 这一个努力性的我真的买得非常非常多的t恤 遇到这时间点啊 我觉得t恤是最不会退流型 而且最实穿的一个单品 这里要特别推荐的t恤的牌子叫做devastates 这里要特别推荐的t恤牌子叫做devastates 因为它的版型设计都非常的棒 而且它t恤的选色呢都是我非常喜欢的 就不是那种很直接的黑 就有点雾黑的感觉 就带有一点复古或者是洗水的感觉的颜色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十一套穿搭心得 第一次做这样的穿搭分享影片 你们来喜欢吗 喜欢的话记得在下面给我点赞留言 然后啊记得把我点赞分享出去哦 不要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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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